你講說那個新竹棒球場包商埋了五個工人的事情 你要不要談一下 這個居家建設這個是它之前的黑歷史 因為不是發生在新竹 發生在桃園的部分 不是在新竹 那我們只是覺得新竹棒球場當中 我們看到了有很多的弊端 可是我必須要講說 不管過程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現在要用一個最積極正面 然後坦蕩的態度 讓新竹棒球場盡速能夠驗收 然後能夠開打 不要這麼一大筆錢放在這裡 然後遲遲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驗收 所以我們也希望高安市長 其實能夠加快腳步 能夠盡快讓新竹棒球場能夠達到驗收的狀態 可是這過程當中 每個環節都不能夠馬虎 因為過去這幾年 我們看到了 就是可能當中有一些的 不夠縝密的一個情況 讓我們現在碰到這麼多的問題 要去解決 是 那這個包商的得標率特別的高 高達百分之好像六十六 那你覺得應該要怎麼樣說清楚嗎 這個部分我在想說 每個包商可能有他們自己專注的領域 然後專注的區域 那因為它其實不是一個 我們新竹在地的廠商 那只是說它過去這段時間的時候 那在新竹得標的案子特別的多 高達三分之二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環節 比方說它特別覺得新竹 值得來做這樣的一個生根 還是有一些特別的人際的關係 或者是怎麼樣 那麼我們也都希望新竹市政府 新的新竹市政府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檢調單位 其實如果有針對不法的狀態 一定要勿忘勿重 然後盡速把它水落石出 然後人家如果是清清白白的廠商 我們也不要冤枉別人 是 那除了新竹市政府之外 桃園市政府的態度是不是應該要拿出來 您覺得呢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時候 有很多新的地方首長上台 那看到新竹市這樣子在查 過去一些工程上面的 可能不夠整密完善的地方 我相信對其他的地方首長 也會造成一定的帶動作用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都會很積極 對於之前就是可能有涉及 不夠完善的工程的問題的時候 都能夠加以檢討 我想這是民主政治 然後能夠換黨執政 最重要的一個價值